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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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春天 山东省林仪市的王羲之故区纪念馆内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场馆扩建工程 四月底的一天 在纪念馆内 一处叫做喜愿池的水池东北方向 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古代木葬 对它的抢救性发掘工作随即展开 经过清理 考古队员发现 喜愿池东北的这座墓葬 是一座大型砖石墓 墓顶为炫顶结构 墓室有两个 一东一西 并列而成 在墓室的封门墙外 考古队员清理出第一批随葬品 根据其中的一件 亲死似习惯 队员们初步判断 这可能是一座 西晋时期的高等级墓葬 在王羲之故区纪念馆的范围里 竟然发现了一座 西晋时期的高等级墓葬 这个信息不禁让人们浮想联翩 大墓的主人 会不会是王羲之家族里 一位位高权重的先辈 保存完好的墓葬中 会不会保存着珍贵的文物 带着兴奋之情 队员们开始了下一步的 发掘清理工作 很快 在位于东边的墓室里 考古队员就有了重大的发现 在靠近雾门的位置 队员发现了一具 小型漆皮棺木的遗存 棺内保存着一具孩子的遗骸 生前的身高 大约只有45厘米 紧接着 在东墓市的西北角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具 小型漆木棺的痕迹 棺内埋葬的 也是一具孩子的遗骸 死亡年龄更小 可能还不到一岁 东墓市呢 除了两个小母乡 那个骨骼呀 纤细的 就像是买了两个小种子 非常小 结果呢 我们请一些 这个人学的一些专家 搞这个检论的一些专家 就现在发现 它是两个孩子 在这两具孩童的遗骸上 队员们均发现了 晶莹器的遗存 牧室门口 那位两岁左右孩子的 腰部和手部 有两对金环 身体两侧 有七个大小不一的银铃 最令人瞩目的 是一件三字形金当 上面装饰着蝉纹 蝉眼凸起 纹饰上布满金素粒 牧室西北角 那个不到一岁的婴儿 随身也埋葬了 两对金环和五件银铃 在东牧室内 考古队员清理出 一件七碗 在它的底部 有八个文字 大康七年 李平上牢 在另外一件七湖的底部 人们也发现了六个文字 十年李平上牢 经过试读 学者认定 大康实际指的是 西晋静武帝的年号 泰康 最早温贤几战 海康年号 随西林年号 随进武帝十八岩的年号 而且在中国这一个时期 超过四年年号 只有进武帝 那么说武艺 这个母长一定是在 他的年代一定是在 进武帝十八岩 四年之后 因为这个年号呢 是确定的是 武帝的伤险 结合武帝形制 出土器武和文字 考古队员综合判断 这座武帝的年代 最大可能为西晋晚期 到东晋早期 清理完东晋室之后 考古队员开始 对西目室进行发掘清理 很快 人们就发现 西目室里的随葬器物 尤其是青铜器 要比东目室里的器物 更加精美 在西目室内 队员们心理出 一具棺果的遗存 它的尺寸 要比东目室里的 那两具小棺大得多 长度达到了两米三 看起来 这里应该埋葬着 一位成年人 或许他就是这一座大墓 真正的墓主人 但是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 一个令人吃惊的 遗迹现象出现了 棺木也只是剩了棋皮 很少有木块 从人的骨架来看 也不像一个成年人 儿子管车的非常大 管车唱两米三 两米三那个打管车 这个小孩在管车中 只脏了板件 他的头啊 基本上就睡在管车的中部 而且这个小孩呢 骨骼包吹 这个很完整 经过测量 西目室里的这具儿童遗骸 生前的身高为一米二左右 死亡年龄大约为六到七岁 在首部附近 发现了两对金环和十一枚金纸环 在胸部为止 还发现了四十三粒 中间带有细孔的金珠 两座墓室 三具孩子的遗骸 他们是谁 彼此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 未成年的儿童 通常不会拥有如此规格的墓葬 为什么这三个孩子会如此特殊 带着巨大的疑问 考古队员探寻着问题的答案 在西目室内 队员们再次发现了带有文字的漆器 上面的文字为大康七年李次上牢 大康八年王女上牢等内容 这个发现再次印证了 之前人们对墓葬年代的判断 西境晚期到东境早期 那个时期 王羲之家族正生活在林仪地区 而墓葬的位置 又位于王羲之故居纪念馆的范围之内 这是否暗示着 这三个孩子都是王氏家族的成员 在综合了东西牧师之中的发现之后 考古队员却在第一时间 就否定了这一种架设 在我们处处的水档品中 你们注意到 有一种金堂 从无限发现全国大型金牧的情况来看 一般牧长只出意见 而一号牧处处了八九年 他就是一种事情 他家族一般都是旺在一起 而不是一般的鬼族 是能使用的 所以现在我个人 情想也 他与王子家族 没有关系 林仪 古称狼牙 林仪王室也被称作狼牙王室 从汉代开始 这个家族逐渐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名门望族 卧兵求礼的孝子王翔 西晋和东晋的宰相王衍 王岛 书法家王羲之 都是狼牙王室的代表人物 西宴池 禁墓埋葬的这三个孩子 如果他们不是王室家族的成员 生前的地位 甚至比王室家族还要高 这个推论 让考古队员立刻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 两境交替时期 在今天的山东林仪 除了王室家族 还生活着另一只显赫的家族 司马式狼牙王 所谓皇室成员 这个家族在林仪地区 享有极高的地位 第四位狼牙王司马瑞 日后更是成为东晋王朝的开国皇帝 这三个夭折的孩子 会不会就来自司马式狼牙王家族呢 大胆的猜测需要扎实的证据来佐证 在大致确定了牧葬年代之后 考古队员对三具儿童遗骸进行了研究 他们希望能够判断出三个孩子的性别 但是因为遗骸保存较差 无法从外观判断出性别 队员们只能从随藏品入手进行研究 在西牧室内 考古队员清理出一把铁刀 长1.2米左右 在头骨附近 还清理出一件铜弩机 上有正史二年5月10日 左上方造等内容的名文 正史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使用的年号 类似名文的铜弩机 在全国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 铁刀和铜弩机都为古代的兵器 根据相关藏俗 似乎说明了西牧室的 那个六七岁孩子的性别为男性 他才是大牧真正的牧主人 与之相应 东牧室里的两个年龄更小的孩子 或许是按照古代明婚制度 为西牧室牧主配置的明婚配偶 西牧室里埋葬的是一个男孩 东牧室里埋葬的是两个女孩 这个推论来自对隋葬品的解读 但是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也出现了 依据同样来自隋葬品 同样是在西牧室 考古队员在尸骨的头骨附近 发现了两只金簪 长度约为14厘米 同一位置还出土了金钗 这些都是女性使用的物品 首部位置出土了金纸环和金串 在尸骨胸部位置出土了43粒带孔金珠 这些金珠是一副金项链的遗存 可以说是披荆带银 那个头发插着金盏子 金钗 然后小孩的手臂上套着金串 要从她这个装饰看 自然而然的 让人来说这应该是个女孩子 根据第二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西牧室里那个六七岁的孩子 不是男性而是女性 东牧室里的那两个分别为两岁和一岁不到的孩子 才是男性 他们才是大牧真正的牧主人 按照这种推论 人们对东牧室里两个男孩的身份 又有了进一步的猜想 东晋初期 曾经有两位男性孩童担任过狼牙王 第一位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瑞的孙子司马安国 第二位是司马瑞的儿子司马焕 这两位狼牙王继位时都是幼儿 死去时年龄都不到两岁 根据禁书记载 司马瑞在儿子司马焕死后 为他娶了姻亲 后来又将之前夭折的另一位狼牙王司马安国 牵葬到司马焕的旁边 查阅历史对照发现 如果说喜艳池大墓东牧室里的那两个男孩 是葬在一处的司马安国和司马焕 而西牧室的女孩就是司马焕冥婚的妻子 这个猜想看起来似乎显得合情合理 就在人们对牧主身份讨论研究的同时 2003年6月 即将结束的考古工地上传来了新的惊喜 在大墓的西侧 人们又发现了一座墓葬的痕迹 就在这个一号墓 在这西侧距离三多米 又发现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墓葬 就是二号墓 很可惜 这个墓葬至少是两只被刀 为了加以区分 考古队将之前的大墓 编为喜艳池一号墓 新发现的编为二号墓 对二号墓的抢救性发掘 随即展开 经过发掘清理 队员们发现 二号墓也是一座专世大墓 年代与一号墓接近 虽然早期被盗 墓中仍旧保存了大量文物 墓主人的尸骨保存较好 但是这个墓葬呢 两局人的骨抢保存得很好 馆菜呢已经是腐烂了 应该说是漆皮啊 瓢落的麻木是都是 二号墓的发掘 他自然地 这里除了两个大人 一号墓除了三个孩子 除了一号墓三个孩子之间的关系 来人寻为之外 这自然而然地有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这一对称认 或者三个孩子就没有关系 他们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或者是他们的子女呢 带着强烈的疑问 人们将喜宴池一号和二号墓葬中 出土的骨骸样本 送到复旦大学进行检测 2016年 检测得到了最终的结果 报告显示 喜宴池二号墓中的两具尸骨 分别为成年男性和女性 他们与一号墓中的三个孩子 没有直系血缘关系 更令人们吃惊的是 一号墓东西墓室中的那三个孩子 都为女性 原先对他们身份 猜想全部落了空 直到今天 喜宴池一号墓三位墓主身份之谜 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 人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尽管临死 喜宴池大墓的发掘研究工作 仍旧具有重大的价值 他入选了2003年度的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以为相关历史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通常说来 古代物葬的墓主人 生前的身份地位越高 墓葬的规制和随葬品 也会越加丰富 即便遭遇倒扰 也会为今天的考古工作者 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从而也更容易锁定 墓葬主人的身份 然而 2020年西安少林园上的一座大墓 墓主可能贵为一代帝王 而对他知识身份的破解 仍旧成为摆在考古队员面前的 一道难题 2020年的夏天 西安的考古工作者 正忙碌在长安区中兆村的一处考古工地之上 墓葬群之中最大的M100号墓葬 凭借着独特的形制和规模 成为考古队员工作中的重点 初步发掘显示 M100号墓的墓葬带有两个天井 这是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的特征之一 但是考古队员在长血破墓道的东西两侧 发现了生土台阶的痕迹 根据这种情况综合判断 队员们认为M100号墓应该是一座十六国时期的高等级大墓 说起十六国它是304年到439年之间这一百多年的一个时期 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北方有大大小小的诸多政权在这里不停地更迭 为什么叫十六国呢 是因为选出来的十六个国座时间较长 影响力较大的十六个政权 经过细致的发掘 考古队员在M100号大墓内 经历出三处精美的土雕建筑遗存 第一处土雕建筑为三层的楼阁 中间为红色的板门 第二处土雕建筑为一座面阔三间的房屋 第三处土雕建筑的顶部 已经遭到损毁 保存下来的是房屋的门框和左右两侧对称的窗帘 和左右两侧对称的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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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19年 西安的考古工作者就在距离中兆村不远的窗村 发掘清理了两座十六国时期的大型墓葬 分别是窗村M25和M26号大墓 它们和中兆村M100号大墓一样 都拥有制作精美的土雕建筑 规模巨大 形制复杂 面对丰硕的收获 考古队员推测 M100号大墓的墓主人 应该是十六国时期的高等级贵族 甚至有可能是某一位十六国时期的帝王 通常来说 如果能够找到记载了详细信息的墓质 那么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就会迎刃而解 但是在墓葬中放置墓质的做法 一般要晚到隋唐时期才出现 要想解开中兆村M100号大墓墓主人的身份 考古队员还需要找到其他的信息 但是大墓中的道路 让队员们的心头有了一丝忐忑 考古工作 我们现在还在进行 但是因为有道洞的存在 我们对于墓室的隋当器物的保存状况 说实话不是非常乐观 包括能够明确墓主人身份的明文砖 甚至印章 我们抱的希望说实话不是很大 这是墓室填土挖出来的一个帽子 这应该是盗墓的 这还是现针织的帽子 底下里面还有这个毡 是吧 冬天应该戴的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 我们又在这个盗洞的虚土当中 发现了一个矿泉水瓶子 从这个矿泉水瓶的生产日期是2009年 所以我们初步推断这个盗墓的时间 应该是不晚于2009年的 几个月以来 考古队一直奋战在工地上 中兆村M100号大墓的规模巨大 这也给队员们的工作 带来了艰难的挑战 M100是南北向的 它的总长是81米 它墓道部分大概是68米左右 它的深度大概在11米多 所以它的总的土方量下来 莲牧师整体的土方量大概在1.2万左右 这个发掘的时候 这个工程量是很大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大开挖的方式 而且是用人工 一千一千挖的 它没有用机械 所以说我们的工程量比较大 所以说比较耗时 工夫不负有心人 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推进 考古队在大墓道中 发现了珍贵的壁画 同时在壁刊中 发现了劫后愚存的陶涌 这是大墓主人 为自己准备的奢华仪仗 也透露出墓主人 生前不凡的社会地位 这批陶涌它的色彩保持非常好 红色也非常鲜艳 人的胡须都是用黑色表达出来 从这批陶涌来看 不管是它所带的风帽 还是金钱冠 还是它的铠甲 包括铜锈铠 甚至一些它的其他的一些装饰 包括马具 都为研究十六国时期的服饰 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这些令人过目难忘的收获 不但为学者研究十六国历史 提供了无比珍贵的实物资料 也大大鼓舞了考古队的士气 除了陶涌和陶制模型 在中兆村M100号大墓的四号壁刊中 考古队员还提取了一批古物颗粒 通过对他们的分析研究 人们获取到了新的信息 因为出土的植物遗存较多 让我们有丰富的选择 去做这个探视自测年 我们比对了几家数据之后 把这个准确的年代 从十六国时期这一百多年 卡到公元四百年左右 查阅史料可以发现 公元400年左右 定都于长安的十六国政权 是后勤 难道说中兆村的这座大墓里 埋葬着一位后勤的帝王吗 在后续的发掘工作中 考古队员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2020年9月 发掘清理工作推进到了大墓的主物室 保存下来的官床 显示了大墓的主人 可能是一对夫妻 从事体制人类学研究的专业人员 也来到了现场 大家都在期待着 墓主人遗骸的出现 但是现场的情况 给队员们浇了一盆冷水 或许是年代久远 再加上曾经被盗 大墓主人的遗骸 几乎没有保留下来 零散的几块骨骼 就是唯一的收获 经过多次盗扰 骨骼存量也比较少 那么我们无法判断 这两侧官床的个体 是不是属于 是不是同一个个体 他们的性别也无法进行鉴定 除此之外 我们对于死亡年龄 和营养健康等其他信息 都无法掌握 最终考古队员并没有在 中兆村M100号大墓中 发现任何记录着 墓主人信息的文字 尽管如此 这一座大墓 还是称得上是琳琅满墓 收获满满 土雕建筑 壁画 各种类型的陶涌和陶器模型 这些来自一千多年前的珍贵文物 向人们展现了一段 遥远而生动的鲜活历史 结合大墓的刑制规模 随葬品信息 大墓主人 应该是生活在公元400年前后 十六国后勤政权的 一位高等级贵族或官员夫妇 而他们更进一步的 具体身份信息 仍然是一个 有待研究的问题 这就是考古 充满了未知与挑战 也不乏探索的艰辛和乐趣 那些淹没于地下的古台墓丧 为今天的人们 带来了珍贵的历史信息 也将一些墓主人的秘密 永远地封存在时间里 随着考古多学科发展的步伐 在不远的将来 考古工作者或许能够解开 这一道道充满悬念的难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